怎样才能有出色的突破能力呢 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合理安排育苗顺序 以及推进路线 知道同学们自己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直接把正确的走位和育苗交给大家 看完一定要记得三连 不然下次想复习就找不到了 开头是三个常规育苗点 然后凹槽这里地图改过了 搜起来比之前要复杂 不能直接搜完 搜三分之二看份 然后回头再来看 石板前也加了一个可以站的位置 架着这里推进 接着就是黄墙沙袋 沙袋这里站位很密集 就要晃一下再拉出去 注意头皮位 节省时间我就不搜沙袋后了 接着蹲蹭清掉这些飞玉苗位 一步横拉 直接大拉棺材头皮位的话 很有可能被边上打 所以晃生试探排除 然后一步横拉棺材边上 小心翼向上 然后再拉死点喷泉 看完三项右侧以后 我们往左靠去进一进架 这两个位置看完以后 再重新往右侧靠清掉三项左侧 再次拉远一些距离 花坛上下没法分开走 所以晃生试探 没人再回头看角落 然后蹲蹭进大圆小 确认一二项没圆 这就是相较到的搜点 很多同学说 自己老是在搜点的时候漏脚步 我就想到一个自己用过 而且非常有用的软件 就是这个Syred Sona 为什么我推荐它呢 因为它能帮你调出 非常适合你的游戏音色 无论你是什么耳机都无所谓 它能直接调整游戏的混音设置 可以完全自己手动调 不会的话 也有总监和B设的官方预设 能直接套用 无论是脚步声 枪声 还是对面掐道具的声音 如果你原来是听不太清楚的 有了这个软件就能完美解决 直接上实录 让大家感受一下吧 区别是非常大的 很明显啊 在使用调整以后的设置 脚步声变得清晰很多 飞加听警驾 还真不一定是个笑话了 不仅如此 和队友的语音频道 也能通过Syred Sona来进行降噪 真的可以说是 非常全能的一款调音软件 下载地址我会放在简介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有这种物理外挂 不用说实话 已经说在起爆线了 进中路我们先确认两侧近点 没人再做育苗 马盆下改了以后不太能占人了 但是上面是个人都能跳了 这里有搜的下面 大家可以直接提完成马盆上 凹槽边贴墙 位置一定要多确认一会儿 这种位置占人一般都是恍生架 不能第一眼没人 就默认真的没人了 接着贴着右边往前推进 然后就是几个常规育苗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来到A1清掉锅炉房以后 蹲蹭A1近点 然后接着看阳台 大坑现在被削弱很多 头皮也不会像之前那么难打了 这里我就不遇了 草车分析待眼 然后横拉木桶位置 书房这里最好先晃生 看看有没有人架在拉 不然容易被拘死 然后回来看一下大坑有没有 接着就是包点 常规防守站位了 二楼是最考验基本功的路线了 会搜二楼那你已经掌握了 走位的原则 蹲侧完楼梯是三个底枪位于秒点 注意我走两侧的时候 走位的左右变化 千万不能偷懒 走廊没人直接来看 过路房蹲着推进 然后站起来看 不然很容易直接被架死 至于阳台的搜点 现在就没什么意义了 改过以后不适合静摸了 很难处理经典的非育苗位 看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记得给个三连 后期我会持续更新 各个地图的育苗搜点流程 别忘记关注我 有需要独家基本功课程的同学 去简介找我 我们下期再见哦